这是700年后的地球 所有人类的东西都变成了一堆堆垃圾 而负责清理这些垃圾的是这个机器人瓦力 他将垃圾放在肚子里 然后经过压缩变成了一个正方体 瓦力把它们一个个叠在一起 700年来他堆叠了无数的高楼 无聊的时候也会捡一些有趣的东西 比如这个软绵绵很像眼罩的东西 还有这个装着10个垃圾垫的盒子 他统统扔进自己的百宝箱 回到家之后便开始了分类 但他有时也会搞不懂人类的发明 比如这把像勺子一样的叉子 他不知道如何分类 只能摆在中间 瓦力下班后 唯一的娱乐就是看这盘录像带 他也患扬过能和爱人牵手 但他却只能牵着自己的小手 瓦力并不是孤独的 至少他还有小强的陪伴 供用2805年的地球 因生活垃圾日渐增多 早已不适宜人类居住 人类见到飞船移民太空 留下机器人日夜清理垃圾 然而时间一长 机器人也一个个报废 唯独瓦力独自一人存活 履带磨坏了 就随便找个还能用的换上 这天疲惫着他 刚回到家 就发现一个诡异的红色光点 他刚要伸手触摸 红脸却瞬间移动到了别处 他赶紧追过去 然而红脸却把他耍得团团转 觉得这时狂风四起 原来是一艘巨大的飞船正在登陆 随后一个纯白色的机器人被激活了 看到这一幕 瓦力呆住了 他从没有见过 如此干净又漂亮的机器人 于是整日跟在他身后 可对方根本不理他 似乎一直在寻找着什么 就连他费尽心思做的玩偶 对方也是看都不看一眼 觉得这天 这个机器人悠悠一直搜寻无果 对着飞泻轮船一通发泄 看到他心情不好 瓦力便上前安慰 他们也在此刻互相交换了性命 就在这时 沙尘豹来袭 瓦力将伊瓦带到自己家中 并浪漫的为他亮起了所有的灯 还把好玩的东西都拿给了伊瓦 伊瓦也玩得很高兴 随后 伊瓦打开打火机 火光映照着他美丽的脸庞 这让瓦力瞬间心动了 他想要牵起伊瓦的手 却被对方果断拒绝 随后 瓦力拿出一棵小树苗 可谁知 伊瓦只是扫描了一下 就将小树苗吞进肚子 然后变得一动不动 瓦力十分担心 以为是没有电了 于是便带着他 来到屋顶晒太阳 下雨的时候 就默默给他撑伞 即使自己不断被雷劈 也没有一动丝毫 在他心里 他早也是自己的恋人 可就在这天 伊瓦飞船突然出现 带走了他心眼的伊瓦 瓦力见状 赶忙飞奔过去 为了爬上那艘飞船 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安危 就这样 他离开地球 来到了太空殖民地 这里的人类 一出生就坐在椅子上 他们的双腿早已退化 就连轻轻摔一跤 也需要机器人扶起 才能回到椅子上 出了大大的瓦力 扫清一切障碍 只为寻找鲜艳的伊瓦 终于 他跟随伊瓦来到了舰长室 伊瓦在这里 竟奇迹般地醒了 瓦力兴奋地和他打招呼 这样伊瓦大吃一惊 这个侃侃竟然跟了过来 原来伊瓦的任务 就是在地球寻找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 七百年来都搜寻无果 而这一次 却被他找到了 这也就意味着 地球已经恢复到了 能生存的状态 人类终于可以回家了 现在只要将植物 放入侦测仪器 飞船就会自动导航 返回地球 可奇怪的是 打开伊瓦的肚子 里面竟空空如也 不仅如此 伊瓦的记忆系统 也被损坏了 没办法 舰长只好将它送去维修 瓦力远远看见被拆卸的伊瓦 瞬间交集万分 它划破玻璃 直接冲了进去 一把夺走了伊瓦的胳膊 可是没想到 机器人发射了冲击炮 一下击穿了清洁室 知道自己闯后的瓦力 默默低下了头 然而回去途中 就被监控发现 由于威胁到飞船安全 他们被通缉了 伊瓦嘴上虽然不停地 责备着闯后的瓦力 身体却很诚实地将瓦力救下 他把瓦力带到飞行舱 想让它回到地球 可瓦力却不想离开伊瓦 便耍赖不走 就在这时 小型机器人出现 剑大株植物放进了飞行舱 并打开开关 看到这一幕 瓦力赶忙跑过去拿植物 却被直接弹飞 伊瓦见状也跟了过去 结果下一秒 飞行舱瞬间爆炸 看到这一幕 伊瓦时为伤心 可去对这时 瓦力竟飞了出来 他将手术苗还给了伊瓦 伊瓦激动万分 他抱着瓦力 转了一圈又一圈 还给了瓦力一个甜甜的吻 瓦力瞬间被电晕了 他们在动人的太空中 翩翩起舞 完成任务 然而此时的舰长 在不断学习地球的知识 并深深被地球的美妙所折服 就在这时 伊瓦出现 并带来了 那种象征生命的植物 舰长瞬间激动万分 迫不及待地调取伊瓦的记忆 想看看现在的地球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是没想到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此时的伊瓦 也看到了自己昏迷时 瓦力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这就是爱情 然而另一边 瓦力也跟着他做着 同样的动作 可就在这时 舰长秘书叛变了 他要毁了这株小树苗 阻止人类回到地球 如果机器人叛变人类 那人类会变成机器人的俘虏吗 他想要主人手中的小树苗 可主人不给 就将主人锁在了房间 并切断一切讯号 防止他与外界联系 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给舰长播放了一段录像 是前天前舰长带来的坏消息 他宣布地球清理计划失败 毒性污染物升高 生物已无法生存 并且不断警告 千万不要返回地球 可现在的舰长 却持怀疑态度 他询问这条视频 是什么时候传达的 得知是700年前 并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同 千年前舰长带来的 肯定是错误的消息 眼前的这种植物 就是活摄生的粒子 地球是我们的家 现在那里可以生存了 我们肯定要回去 可机器人秘书 却牢牢记住了 前舰长的命令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们回到地球 于是便召唤小机器人 将树苗夺走 小机器人直接把树苗 扔进了垃圾桶 这下再也无法回到地球了 可没想到 却被来找伊瓦的瓦利给救了 秘书见状 赶忙上前去抢 瓦利拼死互助小树苗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绝不交出来 看到这一幕 伊瓦十分心疼 最终 他被电晕了过去 扔进了垃圾隧道 伤心一觉的伊瓦 被关闭了电源 丢进了垃圾桶里 不知过了多久 伊瓦无意间被启动了 而此时的瓦利 主板已经被烧坏 他在垃圾堆中 不断地搜寻 找来了一个又一个电路板 却没有一个是匹配的 就在这时 虚热的瓦利 将拼死户热的树苗 送给了伊瓦 可伊瓦只是看了一眼 竟直接丢掉了 现在在伊瓦的心里 瓦利才是最重要的 原来只要回到地球 瓦利就能得救 他抱起瓦利 只被外仓甲板 可是很快 就被侦察机器人发现 于是派出大量机器人 准备逮捕他们 希望有一群机器人 愿意帮助他们 与此同时 舰长正通秘书的阻拦 按下了蓝色按钮 瞬间所有人类 都汇聚到了甲板之上 舰长告诉他们 系统出了点小问题 请不要慌张 此时 甲板开始向左倾斜 人们纷纷掉了下来 就在这时 空中台开始关闭 瓦利赶紧用自己的身体 拼命顶住 可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大 瓦利再也支撑不住 直接被压扁 舰长健壮 十分愤怒 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经过一番战斗 他按下了秘书的关闭按钮 另一边 其他人类也纷纷效仿舰长 艰难地站了起来 将一个个植物 传送到了伊瓦手里 伊瓦赶忙把植物 投进机器 空中台再次被启动 开始倒计时返回地球 当瓦利被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死机了 没过多久 飞船通过不断传缩 终于来到了地球 伊瓦第一时间 冲了出去 将瓦利带回了他的家 并快速找到更换的零件 将瓦利恢复如初 可忽然一新的瓦利 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他竟然把自己的收藏 当垃圾处理 就连最爱的小强 也被他压死了 看到这样的瓦利 伊瓦十分伤心 他拉起瓦利的手 依靠在了他的身上 可就在伊瓦准备离开的时候 瓦利居然拉住了他的手 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 而另一边 地球在人类的种植下 渐渐焕发了生机 外表破旧的机器人瓦利 为了处理地球上的垃圾 独自生活了700年 实在让人心疼不已 可他看到瓦利去牵伊瓦的手 时才知道 世间最美好 也不过如此了 这个男人要把自己的灵魂 送给机器人 直接他把零食放上架子 给自己戴上面罩 下一秒 零食释放的电流 直接穿透了他的大脑 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后 男人一头再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了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 机器人九号苏醒过来 他盖着面前灵魂的手指 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有了生命 捡起掉落的零食 九号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好奇 这时他突然发现 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 还没搞明白是什么情况 窗外传染的声音 吸引了他的注意 九号一把推开窗户 才发现楼下 这种人在拖着东西缓缓前行 九号刚想叫住他 随着自己竟然发过出一点声音 急于弄清真相的他 心情火了的追了出去 却忽略了男人留他的重要信息 心动在安静的街道上 这里到处都是人类的尸体 未来世界 人类在机器人的屠杀下 几乎全军覆没 同情的辉煌不复存在 同时也变得破败不堪 千疮百孔 九号正在寻找同伴的踪迹 忽然一阵光亮 吓得他躲进了 旁边的废墟里 感觉到对方正在向自己靠近 九号干脆拿起扳手 直接抡了过去 被砸倒的机器人 正是男人发明的机器人二号 等着九号不能说话 二号立马帮他 安装了个发生器 两人还没聊两句 就听到远处 传来了恐怖的声音 二号赶紧让九号 不定罐子里 谁只压一秒 自己就被机械爪子 一把扇飞到了地上 九号眼睁睁看着 机械狗带走同伴和零食 却无能为力 此时的他也身受重伤 没过多久 就晕倒在了地上 缓户中 他看到有人正用大剪刀 对准自己 机警莫来才发现 对方竟然也是自己的同类 机器人五号 帮他缝好了身上的伤口 这时 一号也走了进来 他们都是男人创造的产物 各自拥有主人的一部分灵魂 只是九个机器人性格迥异 得知两人要去救二号 他立马变了脸色 还召唤出壮汉八号 做自己的打手 在他的指挥下 机器人们排定一个铁桶 缓缓上升到高空 来到屋顶的阁楼 一号向九号讲述了 他苏醒前的历史 那时的世界 陷入一片混乱 红眼大军用武力 掌控了所有无脑机器 他们发动战争 释放毒气 凶灭了大部分的人类 而机器人们 因为拥有主人赋予的灵魂 躲在了头盔底下 这才逃脱一劫 从那之后 一号就带领同伴们 躲在废墟里生存 他并不打算解救二号 因为那样 很有可能把敌人引来 进而连累更多的同伴 可九号却没法这么狠心 他私下找到五号 准备和他结伴同行 五号被收服了 两人带着地图 开始向红眼城堡进发 可光出门 就遇到了沙尘堡 地图也被大风吹走 好在这时 红号地上的脚印 找到了通往红眼城堡的捷径 这里摆满了毒气弹 电话板杖挂着的 全是等待指挥的机械杀手 两人顺着管道一路前行 终于找到了 被囚禁的机器人二号 正准备撬开笼子时 机械狗扑了过来 小机器没束手无策的铁丝 被他一爪赶弯 随即用力顶翻笼子 朝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机器人们很快被逼到角落 千军一发之际 神秘人手拿流星锤 不费水灰之力 就砍下了他的狗头 此人竟是他们的同伴 机械人七号 众人沉浸在重聚的喜悦中 九号却把目光转向了灵石 他注意到 灵石背后的三分小洞 和墙上的凸起 似乎刚好吻合 于是便把石头枯了上去 二号赶紧阻止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灵石奔发出电流 二号被抽走灵魂 只剩下了一具空壳 众人还来不及悲伤 废墟中突然 亮起一只红色大眼 紧接着 整个尘卯低动山摇 长相神似巨型蜘蛛的 红眼怪兽 被射体唤醒 不仅如此 城堡内所有的机械装置 也都跟着全部启动 三人拼命逃跑 而此时的红眼怪兽 也注意到了他们 紧要关头 三人逃进水管 总算捡回了一条小命 二号的突然死亡 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苏醒过来的红眼怪兽 也开始重新组建他的军团 怪兽用兽建来的零件 拼凑成了一只机械大鸟 另一边 机械人们回到图书馆 想要调查事情的真相 三号和四号正躲在这里 这对小猫他拥有 回溯记忆的能力 通过他们的回放 众人很快得知 原来九个机器人和红眼怪兽 全都出自同一个科学家之手 科学家的本意 原本是让智能服务人类 谁知程序发生偏差 反而加速了 人类的灭亡 回放到这里 就结束了 九号还想搞懂临时的作用 可兄弟俩却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五号想起六号在时 总喜欢研究临时上的符号 二人找到他的手稿 当准备看 一号带着八号找上门来 披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 锦人正说着 红眼知道的大鸟 破窗而入 对准一号张开机械大口 召唤八号物主心切 引起大刀 就砍了过去 众人立刻转身逃命 战场从室内转到室外 当大鸟再次靠近 九号利用铁片的反光 闪下了他的鸟眼 这波操作 让大鸟的致命一击 直接落空 自己反而被绳索拴住 动弹不得 八号赶紧砍断绳子 绳子的一轮卷进螺旋桨 同伴反应迅速 直接连接电源 让螺旋桨飞速地宣传起来 大鸟很快被卷进扇叶 绞了个粉碎 小鸟气们已经得了这场战斗 而大鸟的残肢 也被红眼的手下 带回了城堡 他已经气得火化四起 紧起二号的肉身 开始仔细观察 终于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并把二号的肉身 做成了丧尸 见同伴变成这样 机器人一号吓坏了 还没叫出声来 丧尸眼中的蓝光 直接让他失去了理智 紧接着 丧尸叫起尾巴 张开布袋 一口将他吞入腹中 等同伴们陆续赶到现场 一号已经被五花大绑 这新的猎物送上没 丧尸玩偶想要顾忌重施 可这一次 就被女侠七号打断施法 作为团队里的近战输出 他三两步就拿回武器 他随便砍到了对方的尾巴 和双拳男敌八手 丧尸很快控制住七号 残留到危险的丧尸 转身逃跑 为了救回七号和八号 彻底挖解红眼怪兽的统治 助人决定摧毁城堡 行动开始 九号刚潜入城堡内部 就吸引看到丧尸正疆八号 先进给红眼的一幕 或者已经能熟练利用零食 吸取他们的灵魂 眼看接下来 就要轮到七号 九号再也坐不住了 他利用假人 吸引丧尸的注意 但对方靠近 就立刻松手向脸处跑去 丧尸还想展开追杀 殊不知身上的红绳 早已缠进齿轮 直接被向后拉去 九号成圣追击 手握尖刀在他肚皮上 生生划开一道口子 把七号给救了出来 五号带领大家 正准备炸毁城堡 可当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的行踪 却被天上的侦察机发现了 尽管几人拼命阻拦 红眼还是很快察觉到了 事情的异样 他派出蜘蛛巡台发动攻击 何在这时 七号和九号 已经从城堡里逃了出来 五号果断点燃油桶 众人一起把油桶推入管道 伴随了一阵耀眼的火光 城堡被彻底摧毁 可关于零食的使用方法 九号还是一头雾水 他回到自己苏醒的小屋 终于在一堆图纸当中 找到了科学家 又被自己的全息投影盒 察觉到自己的使命 九号准备和同伴会合 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可当他来到室外 才发现红眼并没有死 为了拿回零食 九号准备牺牲自己 给同伴争取时间 一向固执的依靠 却将它推倒 自己被吸走了灵魂 抢回了零食 九号按动零食上的按钮 瞬间释放出了 一股强大的电流 故事的最后 九号按照科学家的嘱托 从零食里 释放了同伴们的灵魂 这些象征的人类 不同品质的美好灵体 会聚成绿色光芒 慢慢升上云层 几秒钟之后 天空下起了 人类灭绝以来的 第一场大雨 雨水自愿大地 生出万物 这片宝经战火的土地 一定能恢复昔日的荣光 这是一场机器人格斗大赛 胜利的一方 可以拿走所有赌注 作为擂台霸主 他已经连胜九十九场 看到男人这么凶残 大家都不敢挑战 可就在这时 看到男孩的机器人这么可爱 引连了一阵嘲笑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机器人到底有多凶残 比赛刚开始 男孩的机器人黑五神 就被扔到了半空 紧接着 一套闪电五连鞭 黑五神被切成了三段 本以为可以轻松获胜 结果下一秒 男孩开始毁灭模式 黑五神瞬间变成了邪恶笑脸 对方的噩梦就此开始 仅仅几秒钟 就秒杀了擂台霸主 他叫小红 在他们那个年代 科技发达 大家再也不喜欢玩电子游戏 那里没有什么茄子 五五开 PDD 甚至也没有come on the way 有的只是风操阻备的机器人格斗 看到小红整天沉迷格斗赌博 这让他的哥哥十分苦恼 为了让弟弟改邪归正 于是带他来到了大学里的书呆子实验室 一进没 小红就被吸引住了 这里不仅有电磁悬浮自行车 还有隐形激光网 能把苹果切的薄如蝉翼 看到各种神奇发明 这让小红十分兴奋 而他的哥哥 也展示了自己多年的研究 当小红发出一声惨叫之后 一个机器人被启动了 他就是大家最爱的大白 大白是一个医疗机器人 拥有上万种医疗方案 不知道这么开了大白 你想不想要呢 想要的可以评论区输入 我想要 当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 小红却练练不舍 他立志也要考上大学 加入这所实验室 哥哥告诉他 只要拥有一项发明 在科技展上获奖 并且获得教授的认可 就可以加入 为了梦想 小红准备发明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没过多久 他就完成了自己的发明 当他们来到科技展的时候 大家也都带来了自己的发明 很快 就连到小红展示自己的发明了 他 虽然只有14岁 但却是一个天才少年 他发明了微型机器人 可别人并不感兴趣 结果下一秒 成千上万的机器人 在他的意念控制下 来到了舞台上 只要通过同样的传感器 就可以控制这些机器人 随意组合形态 以前需要几年 才可以建成的高楼 现在只需要几秒 甚至还可以成为交通工具 送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看到这么神奇的发明 所有人都惊呆了 富高养高压门下这个发明 却被小红拒绝了 他的发明 得到了教授的认可 直接给了他录取通知书 可就在科技展结束 还没准备回家时 科技馆发生了火灾 等着教授还在里面 哥哥让小红在外面等他 自己冲进去救人 可随着爆炸声响起 哥哥再也没能回来 从此之后 小红开始一直消沉 每天都回哄个恶 直到这天 机器人掉了下来 砸到了他的脚 就在这时 机器人大白被唤醒了 你好 我叫大白 这是哥哥送给他的机器人医生 大白想给他治疗小伤的伤 可小红却不想被打扰 而是希望大白赶快回到箱子里 可大白实在太胖了 以表心 小红摔倒在地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自己的微型机器人 居然被激活了 这让小红十分疑惑 可是传唤器还有其他微型机器人 已经在爆炸中被炸毁了 为了一探究竟 小红根据线索 来到了一个废气工厂 他们从窗户爬了进去 而大白由于太胖 只能把气放掉之后 才被拖了进去 小红发现这里 居然在量产他发明的微型机器人 就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个面具人出现 他控制着机器人 朝着小红发起了进攻 不急时刻 他拉起大白的手 夺命狂斑 最终 两人从窗户床逃离出来 他们来到警局报案 可根本没人相信 而此事的大白 居然在用胶带 把自己漏气的地方 给粘上了 报道家的小红认为 这可能和哥哥的死有关 为了调查线索 他准备给大白 成绩成格斗大师 于是把电影里的功夫招式 输入到了大白的系统里 而且还通过3D打印机 给大白打造了一副盔甲 当圣经完成之后 大白一拳就打爆了木板 为了调查线索 他们再次来到了工厂 可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出现 原来他们都是哥哥的朋友 因为不放心小红 就跟了过来 可就在这时 面具人再次出现 二话不说 直接把集团箱扔了下来 是大白救下了他 哥哥的同学拉起小红 直接跑上了车里 可小红却认为 大白能打败面具人 看到这一幕 几人赶忙开始逃跑 而小红也把自己 发现的线索告诉了大家 此时的面具人 依旧紧吹不识 可就在这时 车突然停了下来 不都不说 这可真是一个模范司机 和一旁的宝儿 直接抢过方向盘 开始的速度与激情 不知道你们能给他 长按点赞 加油支持吗 由于泰特粉丝 给他加油 宝儿连人带车 直接冲进了海里 危机时刻 大白挺身而出 带着大家浮出了水面 随后大家来到小红的基地 通过分析 面具人戴的面具 就是控制机器人的传感器 为了抢下传感器 打败面具人 小红开始了对众人的改造 让他们从一名普通人 成为了超能战士 很难想象 给大白穿上衣服 到底有多困难 穿上战甲后的大白 仅仅只是一拳 就直接把墙打穿 看到这一幕 大家都惊呆了 不仅如此 只要按下身后的按钮 还能带着你飞行 不知道这样的大白 你会喜欢吗 喜欢的扣一 不喜欢的扣二 看到这么酷炫的大白 车里的小孩都被馋哭了 他们来到城市的最高处 开始搜寻面具人 没过多久 大白发现面具人 就在不远处的小岛上 于是 小红带着超能战队成员 来到了这座小岛 结果却发现了 一个秘密实验基地 通过监控录像 他们发现 这曾经是研究时空穿越的实验室 就在这时 面具人再次出现 直接发动了攻击 众人开始反击 和面具人打了起来 趁此机会 小红突然出现 撞飞了他的面具 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面具人居然是教授 原来在科技馆爆炸的时候 教授用机器人保护住了自己 而自己的哥哥 却死在了爆炸中 小红怒了 他把大白体内的医疗芯片扔掉 然后命令他消灭教授 下一秒 大白的双眼瞬间变成红色 看到大白要干掉教授 哥哥的朋友们 可都是教授的学生 他们居然要阻止大白 趁此机会 教授捡起面具 转身逃走 就在大白准备发射举招的时候 医疗芯片再次被插入体内 这也让大白恢复了正常 随后大家开始调查 不是到底想做什么 通过再次查看实验室的录像 他们发现 教授和他的女儿 也参与了时空实验 富豪在明知实验不一定的情况下 就让教授的女儿 进行下一步测试 结果意外发生 时空之霉发生了爆炸 教授的女儿也消失不见 这也让教授 从此敬意富豪 而他偷取小红怒机器人 就是为了报仇 此时的教授 见到了一个时空之霉 他要让富豪也尝试一下 被时空之霉吞噬的感觉 无极时刻 小红等人赶了过来 他们希望教授不要一错再错 和此时的教授只想复仇 为了阻止他 大家将那些连接在一起的 微型机器人打散 然后让时空之霉吸进去 没过多久 教授突然发现 已经没有足够的机器人 让他控制了 大白 无极时刻 大白停止了攻击 而是摧毁了控制机器人的面具 就对这时 时空之霉就要爆炸 大家纷纷逃离 而此时大白却表示 里面居然还有生命迹象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教授的女儿 于是 大白带着小红直接冲了进去 来到时空之霉内部 他们居然真的发现了 教授女儿的驾驶舱 可就在回去的时候 一块残骸飞了过来 微型时刻 大白赶紧把他们护在怀里 而他自己则伤痕累累 推进器也无法使用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大白的推进手套 不行啊大白 你的健康是我唯一考虑的 别说了不行 我永远都和你在一起 最终大白选择了牺牲自己 把小红送了回去 教授的女儿获救了 而教授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几天后 小红意外发现在大白的右手里 居然是大白的芯片 你好小红 大白再次回来了 你绝对想不到 在未来世界取代手机的 居然是这样的智能球 它不仅拥有手机的一切功能 还能根据主人的喜好 变换各种皮肤 可以主人蹦迪 360度沉浸式投贫 统统不在话下 甚至还能变成炫酷的跑车 就这样 神奇的智能球 一经发布就风靡全球 成为了孩子们的必备品 同学妹都是人手一台 但唯独杰哥没有 因为家里太穷了 他也是唯一一个 没有智能球的小朋友 每当看到 同学妹和智能球玩耍 杰哥总是忍不住地羡慕 这天是杰哥的生日 一个快递送到了家门口 杰哥以为是父亲 送来的礼物 他激动地拆开包装 结果却是一块石头 原来一切都是 同学妹的恶作剧 父亲也看出了 儿子的失落 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 父亲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连夜赶到智能总部 结果却发现 智能球已经卖完了 父亲无比的自责 而就在这时 一辆货车驶过 里面装满了智能球 于是父亲灵机一动 悄悄拿走了一颗 第二天 杰哥醒来 看着面前的礼物 他开心极了 可当他拆下包装 才发现 这颗智能球有些奇怪 它不仅没有任何功能 还没有炫酷的皮肤 原来 这颗智能球 其实是个残次品 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 还没来得及维修 就被爸爸偷了回来 智能球甚至不听杰哥的指挥 直接跑了出去 他闯到了小霸的地盘 小霸一把抱起智能球 还闯到他没有皮肤 结果下一秒 我讨厌你 怪他 面对小霸的肌腹 智能球居然开启了反击 要知道 智能球是不可以攻击人类的 生气的小霸 直接把智能球扔了出去 可是没想到 智能球竟然自动复原 将小霸黑狠地教训了一顿 看到小霸受到了惩罚 杰哥高兴极了 直接带着智能球 跑了出去 经历了这件事 杰哥也开始接受了 这款与众不同的智能球 并给他取名 小白 从他以后 杰哥开始教小白 如果成为一颗合格的智能球 没有皮肤 杰哥就为他画一个 小白也能变成跑车 渐渐的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小白知道杰哥没朋友 他就会拿着杰哥的照片 贴满大街小巷 介绍给路人认识 更让杰哥没想到的是 小白竟然来到了学校 好巧不巧 还被校霸撞见 小霸质问小白 如果做到不听主人话 就能打人的 小白告诉他 自己解锁了安全系统 小霸立刻来了兴趣 连忙让自己的智能球 去复制小白的代码 可没想到 代码会在智能球之间 迅速传播 他们开始大肆的炮坏 完全不听主人的命令 没过多久 所有的智能球 竟然汇集在一起 变成了巨大的怪物 假如人工智能失去控制 到底能有多可怕 直见他们迅速汇集在一起 变成了一只大猩猩 没过多久 智能球再次黑化 居然变成了一只 巨大的丧尸怪 他论中一个广告牌 差点就砸伤了路人 甚至还一口 碰掉了小女孩 危机时刻 智能球总部 及时关闭了程序 不就城市向传 所有智能球全部重启 这场暴乱才得以平息 而这场灾弹的源头 就是这颗 宁为小白的智能球 而他的主人 也受到了连累 被逐出了校园 在回家的路上 杰克部分青空造白 将一切都灌在了小白身上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根本不是小白的错 杰克身在一气之下 赶走了小白 而另一边 智能公司为了保护生育 决定对小白发起通缉 一旦找到他 就要把他销毁 于是智能公司全部出动 来到了杰克家里 看到这一幕 杰克有些担心小白的安危 他赶紧找到小白 确实现他正在打抱自己 我再把自己送回原厂去 随后 杰克向小白道了歉 两人也重归于好 小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就在这时 智能公司找上了门 为了保护小白 他们只能顺着机窝 跑了出去 可还是被智能公司发现了 小白见状 直接变成跑车 让对方甩开 和乘乘中布满了监控 无路可逃的他们 只能躲进森林 在那里 杰克感觉到了 牵走未有的快乐 在这里 他们无拘无束 还得很高兴 心上脏了 直接在湖水里洗个澡 就这样 他们也接下了真正的友谊 杰克还懂得了 分享食物 到了晚上 小白还会打开灯光 为杰克带来光和温暖 可好景不长 小白的电量 很快就只剩下5%了 而杰克也因为找不到食物 够得鸡肠碌碌 而此时 这周祖母为了找到小白 居然在深夜 趁小朋友们睡觉的时候 擅自操控智能球 将他们派进森林里 进行地产式搜索 结果采取到危险后 连帮带着小白逃跑 而就在混乱中 他被奥英被树枝绊倒 直接摔下了深坑 虽然他们抖过了搜查 可杰克的笑产病 突然发作 战斗站不起来 到了第二天 这位同学发现 智能球身上居然有泥巴 正到拉靠起时 突然远处的森林 发出了一片红光 这颗机器弹 用仅剩的电量 将好朋友救出了森林 小白将杰克放下后 发现了他们 很快救援赶到 而小白也耗尽了 最后的电量 小白救援的这一幕 被顶上了热搜 网友们称他为英雄 当杰克醒来 发现小白并不在身边 而此时 程序员赶到 带来了全新的小白 可杰克一眼 又看出了破绽 他变得和其他智能球一样 连他的表情千篇一律 根本没有独立意识 显然是被智能公司换掉了 杰克决定把智能公司换掉了 杰克决定把智能公司找回来 找到小白呢 而此时 工作人员也发现了他 于是立刻关闭了 数据库的电源 这里变得漆黑一片 杰克害怕的 拿着手电 卷托在角落里 而就在这时 杰克突然想到了办法 他关闭了灯光 原来杰克想到 他曾经告诉小白 自己怕黑 在家中停电的时候 是小白为他点亮了房间 在森林时 也是小白 为他驱散海冷和黑暗 就在这时 一手微光出现 杰克爬上高高的梯子 拔下了发光的硬盘 上面也露出了熟悉的微笑 杰克立刻将镜盘 插入了操作台 把小白的数据 重新传回了智能球 就这样 小白又回来了 而就在这时 杰克突然发现 智能球居然擅自 监视着孩子们 很显然 同学们并不快乐 甚至有些孤独 看到这一幕 小白决定将自己的代码 分享给其他智能球 这样所有智能球 就能像他一样 拥有自主意识 杰克也很赞同 因为他也想让同学们 同样快乐 于是小白跳到了连接处 但杰克不知道的是 小白的数据 是碎片化的 不能复制 只能输出 输出完毕后 小白将会彻底离开我们 只见小白逐渐变黑 杰克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按下了暂停键 他不想再次失去小白 于是选择了放弃 可小白却叫住了他 我是做朋友用的 杰克再次看到屏幕上 孤独的同学们 杰克也明白 只有这样做 大家才会快乐起来 最终 他深深抱住了小白 做了最后的告别 紧接着他按下了开关 小白的身体 开始逐渐变黑 觉得这时 整个数据库 瞬间被点亮 小白的代码 成功中夺到了 同学们的智能球中 从此 孩子们的隐私不再被窥探 他们也拥有了 最好的智能球 杰克虽然失去了小白 但也赢得了真心的朋友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变得更加便捷 但也失去了 真正的交流与互动 曾经的自由 也渐行渐远 人们的内心 甚至变得越来越空虚 也许我没放下手机 才能发现最好的友谊 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如果你不小心 被这样的植物咬了 一定要小心 男孩的身体 居然长出了彩色的毛发 好在妈妈已经研制出了解药 小男孩叫威力 他正和自己的父母 在太空旅行 可是太空旅行 充满了太多的危险 此时飞船遭受了 一群行星的撞击 虽然及时启动了防护罩 可是行星实在太多 防护罩的能量 很快就耗尽了 父母让威力赶紧躲进逃宠舱 随着飞船再一次被撞击 逃宠舱启动程序被触发 直接发射到了太空中 而飞船也带威力逃出来之后 直接爆炸 幸运的是 父母也逃了出来 并且发来视频 可由于信号太差 通话很快就断了 没过多久 逃宠舱在一颗未知的星球上降落 落地之后 一个机器人从舱底缓缓升起 经过探测 发现这颗星球上有氧气 打开场面之后 巴克向威力说出了 他们此时的处境 紧接着 巴克把逃宠舱里的生活必须皮 全部搬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地面开始剧烈震怒 旁边的石头居然活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巴克变成机车 赶忙带着威力逃跑 但是一表现 巴克的备用电池被甩了出去 眼看着石头怪 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赶紧逃进了一个山洞 这才让他们躲过一截 看到石头怪离开 于是准备去寻找 可以居住的地方 不过在路上 就遇到了各种奇怪的生物 巴克准备去前面查看 于是就让威力在原地等他 可巴克刚离开 从头里就跑出来一个外形小狗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动静 他赶忙跑到了威力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 威力准备逃跑 威力撒腿就跑 大怪物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没跑多年 就遇到了巴克 为了躲避大怪物 巴克直接把威力扔了出去 紧接着 巴克发射出绳索 绊倒了大怪物 经过检测 巴克说可以把小狗 当成威力的晚餐 可威力却解释 这是自己新认识的朋友 闪电 最后巴克张开机械手臂 直接赶走了闪电 为了给威力准备食物 巴克便摘下一个野果 结果下一秒 就开始吐泡泡 这次巴克又找到了一种果子 结果抱了一身果浆 由于果浆太黏 他的手被粘住了 威力跑过去帮忙 结果一秒钟 直接摔了下去 直接掉进了河里 当他爬上岸的时候 后面又传来落水的声音 原来是闪电 闪电找来了没有毒的果子 让威力吃 可就在这时 巴克也掉了下来 再次赶走了闪电 这让威力很愚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威力只能偷摸的 去找闪电玩 这天 他们发现了 一只正在推奋球的史克狼 威力用相机拍照 结果把史克狼吓了一跳 头上的脚也摔断了 威力很内疚 于是便帮他把脚切上了 这天 威力随手摸了片叶子 结果上面有剧毒 他的身体开始逐渐僵化 看到这一幕 闪电直接跑走了 而威力则虚热地倒在了地上 威力时刻 闪电带着一个果子跑了回来 他用力挤出果汁 滴进了威力的嘴里 威力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而经过这件事 巴克也接受了闪电 就这样 闪电终于成了他们的一员 此时乌鱼密布 马上就要下雨了 闪电是以威力和他一起走 结果下一秒 又下起了冰雹 可是冰雹越来越大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威力时刻 巴克启动了防护罩 这才让他们躲过一劫 可是也快速消耗着巴克的电量 雨过天晴之后 巴克关掉了防护罩 可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多余的电量 只能进入了休眠模式 威力推着巴克 来到了一处山洞 他准备拿回丢失的备用电池 可那里是石头怪的地盘 为了不让威力冒险 闪电直接冲了过去 不出意外的话 闪电被石头怪一顿胖揍 这让威力十分心疼 于是便拖着闪电 回去找巴克 结果刚走到半路 地面就裂开了一个大坑 威力直接掉了下去 威力爬上去 威力尝试了各种方法 可都因因失败 曾经帮助过的石头狼出现 就这样 威力把钩锁 发射到了石头狼的脚上 然后爬了上去 十个月后 威力成为了人员泰山 想象也变成了一只二哈 威力每天都带着相机 拍摄各种动物 为了方便赶路 他还学会了滑滑板 当看到有动物 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也会伸手帮助 这天晚上 威力终于发现了搜救探测器 于是激动的去找巴克 可此时的巴克 已经没有电了 现在他只能拿回电池 才能发射出求救信号 一切准备救去之后 他骑着石头狼 朝着石头怪的地盘出发 他小心翼翼的找到了电池 这也惊醒了石头怪 面对石头怪的攻击 威力只能不断躲避 危机时刻 闪电出现救下了威力 就这样 他们终于拿回了电池 回去之后 威力给巴克换上了电池 搜救探测器 他也收到救救信号之后 很快就找到了威力的位置 他们高兴地跑向搜救探测器 可闪电却站在原地 这里是他的家 他舍不得离开 只能和威力分开了 这群鸭子第一次迁徙 就遇到了数不清的突发状况 他们原本生活在森林里的池塘边 日子虽然单调 但每天都很安全 直到有一天 一群蓝色羽毛的鸭子 千禧路过此处 大家这才意识到 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广阔 看着蓝牙梅再次启程 雅妈妈那个渴望冒险的心 也跟着一起躁动了起来 那和丈夫胆小又安于现状 夫妻俩大吵一架后 千禧的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这把雅爸在池塘呆坐了一夜 终于下定了决心 要趁着年轻疯狂一把 不使他唤醒十二种的妻儿 将千禧的目标 定在了美丽的雅买家 一家人趁着清晨出发 在飞出森林的一瞬间 就被眼前绝美的风景 见到说不出话 雅爸爸自信地 领着全家向前冲刺 快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只有我们 在朝这个方向飞呢 天气瞬息外面 方方看万里无云的天空 一下子就变得电闪雷鸣 雅爸一家 全都在梦装下面躲雨 随着下一秒 一只大脚突然在他们面前 看着这双卡自然大眼睛 全家人都害怕极了 可是没想到 苍鹅居然热情地 永远他们到自己家过夜 还贴心地准备了合适的小床 可鸭子们生怕对方会吃了自己 这好像是你们家上一位客人 的尸体 太感谢了 别这么客气 亲爱的们 睡个好觉 当心别被小虫子咬了 全家的那双眼 一直到风冒结束 奔洋现在苍鹅熟睡赶紧开溜 随着没走几步 对方就隐隐不散地挡在了没钱 夫妻俩也终于明白 仓鹅并没有把鸭子当成实物 而是真心地想招待他们 正好一家人起在小床上 度过了安稳的一夜 可天几人告别了仓鹅 再次开启了千席之旅 可飞着飞着 他们经意外 踏入了人类的城市 还没搞清楚状况 又差点照亮了面积的铁架 他跌跌撞撞飞行在大楼之间 一不留神 就和全家从楼顶掉了下去 鸭子们从没见过 这么奇怪的森林 到受充斥的危险 好像受不注意 就会小命不保 鸭爸带着全家 一头扎进了垃圾桶 冷静下来才发现 独行的爷爷 早已没了踪影 当他们找到爷爷时 他能因为一块热狗 跟一群鸽子打得不可开交 鸭爸上前就是一顿输出 好不容易明显控制住了局面 却又因此得对了鸽子们的老大 关键时刻 老婆出面化解了矛盾 则说他们打算前往雅买家 各老大表示自己刚好认识 一个任路的朋友 鹦鹉罗伊原本也是一只自有的小鸟 可如今他被厨师 关在巴拉娜的笼子里 想家的时候 只能看着土顶的天窗默默流泪 我以可怜的样子 中了鸭哥哥 他想拿到钥匙将其解救出来 可鸭匙一直被厨师随身携带 不明他被几个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向儿子证明自己的勇气 鸭爸准备独自完成 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顺着楼梯来到大厅 正大没关闭的最后一刻 溜进了厨房 但情况比自己想象的麻烦得多 打手手中的菜刀 闪闪发光 让他手上的员工 都忍不住瑟瑟发抖 这时鸭爸终于锁定了 钥匙的位置 两人站在桌的边缘 就够抢上的钥匙 脚大的内裹剂突然暴走 短短几秒 就把厨房搞得一片狼藉 看到面前两只醉魁祸首 暴露的大厨当场发飙 鸭子伏击疯狂逃命 结果下一秒 就污入了酒店的舞会 灯光熄灭的瞬间 夫妻俩只能游动在几十双大脚中间 进退两难 之后配合了一起舞动起来 两人越跳越投入 一路穿过人群 来到了台阶的最高处 反应过来的鸭子 赶紧回到房间 准备解救罗伊 可不知是不是因为过于紧张 怎么都对我只能锁孔 又是反而被鸭爸吞下了肚子 看到厨师来势汹汹 各大灵机一动 让方美锁了起来 压马斯职业勾上老公的死活 就开始极限操作 厨师几下撞开大眉 顺者看到罗伊 在笼笼里岁月静好 可惜飘愣的羽毛暴露了一切 压子美从大到小叠在一起 随时气球此时突然漏气 这番操作给大家都看傻了 好在经过这次折腾 压马不仅作严的时间 还顺势堵出了肚子里的钥匙 英雾接受大自然的馈凳 成功打开了牢笼 从后终于让他激动的满屋乱飞 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天空 为了感谢压的压的帮助 罗伊决定亲自带他美 回到自己的家乡亚买家 告别了哥子老大 几人伴着夜市再次启程 压马一直对亚买家 会发光大海无比向往 随时眼看距离海岸线 仅剩几个小时 小女儿若突然是请降落 小姑娘因为害羞 实在都不到在空中飞翔 大家只能暂时停靠 也正是在这时 亚买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窖 几人顺着楼梯 来到一个农场 这里的鸭子 竟然在集体练习瑜伽 加压美建有同类到访 开心的手无足导 迫不及待就要给几人 介绍他们的乐园 打没打开的那一刻 鸭子全家都被惊呆了 这里简直就是鸭子的天堂 不仅食物多道离谱 还有人类帮忙做马杀技 仿佛生下来 就是为了吃喝玩乐 在两个孩子起球的目光下 亚马同学在这里稍作修整 我玩着玩着 哥哥就察觉到了异常 他调让草舵 向蚱蚱外面望去 这好看在先前那个厨师 从火车上面下来 他是来给酒店进货的 和单纯的家鸭们 去把这当中一次旅行 替第二批第二的排队送死 哥哥见状赶紧去阻拦 把厨师见过他的样子 地球踩住了他的翅膀 将人的落入敌人手中 亚马直接冲了上去 他催促大家一起逃跑 家美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 大家一起飞上了高空 就这样不知飞了多久 他们终于找到了 一个安全的地方暂时休息 我夫子俩就因为儿子的冲动 发生了争执 然后那伙沸纷熟睡 妹妹找到失落的哥哥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殊不知厨师正驾驶飞机 到处寻找他们的踪影 当鸭爸从睡过中惊醒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厨师按下按钮撒下大网 将所有的鸭子打包带走 兄妹俩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父母被坏人带走 但哥哥看到罗伊掉落的羽毛 却同样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另一边 父母为了和孩子团聚 也使出了红身解数 罗伊带领着大家 发动番茄攻击 把厨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困难过后 厨师镜头晕倒在 机场的开启遥控上 这下自己给鸭子夫妻 全部挂在了半空 见军一罢之际 哥哥回动的彩色的翅膀 飞了过来 他用力拔出铁叉 成功救出了父母 呼叶不回地向了远方飞去 故事的最后 鸭子们终于如愿地来到了 美丽的雅美家 这个小男孩 竟然掉下800米的大楼 可是下一秒 他竟然踩着火箭炮 微微站立在空中 男孩给了自己一巴掌 发现这并不是梦 经过不停地练习 男孩不仅能废出大气层 他能像钻孔机一样 绝地三尺 男孩拥有了超能力 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父亲 可当他回家 父亲却对他无比嫌弃 因为男孩并不是 父亲真正的孩子 而是一个机器人 在未来世界里 人类生活在 一个悬浮于空中的城市 大都会 在这里 机器人成为了 不可过缺的存在 他们也可以帮助人类 购物 做饭 甚至带孩子 但机器人之间 也有优胜劣汰 只有少数高智能机器人 可以留下 大多数就像废铁一样被丢弃 久而久之 废铁掩盖了大部分的土地 因此 创造了机器人的天马博士 利用高科技 把城市陆地悬浮在了空中 减少环境污染 博士忙于工作 开窗用时间陪满儿子波比 两人只能利用全机投影 打视频电话 身为博士的儿子 波比也十分优秀 在学校考试 不到一分钟 就召出了满分答案 博士答应儿子 带他去看亮的研讨会 但因为工作原因 博士再次食言了 波比在校眉口没能等到父亲 于是偷偷篡改了 管家机器人的程序 然后让机器人带着他 去父亲的公司 但猫里刚到公司 就被搬进了小黑屋 因为总督先生来到公司考察 茶水博士会向其展示 最新的科研成果 这项科研风险极大 茶水博士拿出两种新能源 一种是来自百万年前的 宇宙碎片蓝河 可以净化一切污汇 如果合理利用 整个地球的污染 都会一扫而光 重新恢复生机 但不错晓得是 旁边还有一颗 极不稳定的红河 话没说完 茶水博士就被拖走了 总督想独自霸占这两种能源 用他们去对付反对他的人 由于军方和阶级的压制 天马博士只能听命于总督 将红河安装在机器人身上 这是机器人的伤害 没想到 机器人竟然刀枪不入 甚至还能吸收攻击者的能量 所有人都非常惊讶 可没人注意到 波比已经从角落里 后头溜了进来 随着能量不断增强 机器人失控了 开始无差别攻击 见此情形 天马博士赶紧关闭防御门 但他没想到 波比也被关了进去 防御门已经无法再打开 天马博士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儿子 被红河机器人炸成碎片 机器人还不罢休 发射能量打通了防御门 好在关键时刻 茶水博士用来和机师制止了危机 天马博士无法接受儿子的离世 部分周夜研究出了 一个防御力极强的机器人 并利用地音爱分析 将波比生前的记忆 全部直入到机械人体内 还在机械人心脏处 放进了来和能源 终于机械人波比醒了过来 老爸 多比 欢迎回来儿子 我是姜波比留在家里 亲自教他学习知识理论 机械人完全继承了 波比的智商 所有的题目对他来说 都很简单 正当不是越来越满意识 却发现机械人有了自我意识 波比安定了内脸 机械人却思维跳跃 各方面都与儿子完全不同 不是意识到 无论他怎么努力研发出替代品 他的儿子都回不来了 他找来查识不是商量这件事 却被刚到家的波比 听到了真相 他满意知性的智慧父亲 却得到不是无比冷漠的回答 我不是你爸爸 你也不是托比 你是托比的副制品 波比伤心极了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这个男人无法接受孩子的离世 竟然研制机械人 作为替代品 他不仅把孩子的全部记忆 植入机械人体内 还放入了极为珍贵的蓝核能源 与此同时 总统的探测器 检测到蓝核能量波动 于是派出几架飞行器 前去抓捕波比 挺快 波比就被团团围住 好在他独够灵活 虽然被牢牢束缩住手脚 但还是摆脱了飞行器 成功逃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总统恼羞成怒 于是派出自游号轰炸波比 在经历连续不断地爆炸后 波比被小鞋从大都口的边缘 掉了下去 当他再次醒来 才发现自己掉进了 陆地上的废墟里 终于悬世残缺不全的 废弃机器人 这时 一只垃圾桶机器狗 朝他跑来 然后趁波比不注意 把他推了下去 眼看猎物上钩 四个人的小孩 从暗手跑出来 以为抓到了大机器人 但打开袋子却傻了一眼 波比介绍自己 是来自大都会的人类 还给自己取名叫阿同木 就这样 他们带着阿同木 回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里面生活着许多孤儿 基地的主人是一个科学家 正在修复废弃的机器人 男人同样来自大都会 之所以回到陆地 是想让废弃的机器人 重获新生 阿同木本以为 男人实费善良 可第二天 当他用体力的蓝核能源 激活了一个 废弃百年的战斗机器人后 男人却露出了丑恶嘴脸 他拿出检测机 悄悄靠近阿同木 检测机嗡嗡作响 于是 男人假意让阿同木和小伙伴们 修复战斗机器人大黄的外貌 男人告诉孩子们 准备带着他们 到城里参加比赛 随时走到半路 他突然转身攻击了阿同木 阿同木 阿同木猝不及防 被电晕在地 等他清醒时 已经被人打败成了格斗士 站在赛场中央 站在阿同木面前的对手 正是和大家一起参加比赛的大黄 阿同木难不及了 想利用火箭炮飞出去 却发现格斗场笼罩着保护层 但他不忍心对朋友大黄下手 阿同木扯下自己的战衣 任由大黄步步逼近 没想到 大黄对着阿同木伸出了手 直射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然后把阿同木捧在手里 观众没为他们的友谊欢呼 但男人并不打算放过阿同木 他再次拿出电棍 将阿同木击晕 大黄见此情形 一脚就将男人震倒在地 准备将男人踩死 关键时刻 阿同木不计前嫌救了男人 这时 总组派出抓捕阿同木的机械人军团 一小人抵达了格斗场 阿同木被牢牢控制 不得不妥协 他看着逐渐远去的伙伴们 被带上飞船前往大都市 来到实验室里 阿同木再次看到父亲 添满博士 以及茶水博士 他小心翼翼地低着头 可以和他躺到实验台上 这个男人太坏了 居然要挖出阿同木的心脏 取出里面的蓝河能源 而动手的人 是说到出阿同木的博士 阿同木安静地躺在实验台上 博士取出蓝河能源后 交给了总督先生 但下一秒 他却反手夺回了蓝河 并立即启动了防御煤 然后把蓝河重新放进阿同木体内 还帮他升级了防御系统 做好这一切 阿同木才醒了过来 我怎么醒了 你可能不是逃避 但你还是我儿子 老爸 博士赶紧催促阿同木离开 不愿意让儿子留给总督的祭品 阿同木开吸火箭炮 冲破楼顶逃了出去 此时的总督气急败坏 他不顾劝阻 指引将红红能源 放入机械人战士的体内 并将其下令杀死阿同木 可他还是过于自信了 下一秒 最后的红和机器人不受控制 直接把他吸附进体内 随后打碎实验室的墙壁 不停地吸收着 周围能使自己变强大的所有物品 眼看世界再一点点被毁灭 阿同木不忍心 回到了大都会 此时的怪物已经变得巨大 街道上的人们早已逃之夭夭 怪物对阿同木发起攻击 阿同木睡法灵活 驱声躲过 但要击败怪物便不容易 正当阿同木发愁时 他的双手突然变成了原子炮 阿同木开始反击 但怪物不仅非毫未伤 反而变得更加巨大 怪物一把抓起阿同木 想把他吃掉 没想到 阿同木的屁股上出击搬枪 射坏了怪物的一只眼睛 伙伴们开车赶来 及时救下阿同木 怪物脑羞成怒 疯狂地摧残城市 发现自己的愤怒 大都会不断下降 阿同木不得不以一人之力 生在大都会下放 大都会落到地上 阿同木也被掩埋 但他并没死 而是释放出蓝核能量 充定机器人体内 决定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彻底解决怪物 阿同木安静地闭上了眼 两种能量瞬间爆发 巨大的爆炸身后 世界众云恢复了瓶颈 总都遭受重创 变成了傻子 大家一起寻找阿同木 众云在扫地上 发现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他 好在大黄身上留存着蓝核能源 阿同木被沉默唤醒 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关爱 不但是谁的替代品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